台湾近期不断地传出 民众赴柬埔寨求职遭诈骗虐打的事件 引发了各界关注 曾任警政署长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就批评 蔡英文政府处置泰曼 她认为应在事件发生之后 立刻启动两方合作 共同打击犯罪 台湾近期旅传民众遭游说赴柬埔寨工作 声称可获取高额薪资 但到当地后才被要求从事诈骗工作 若不服从就会被虐打 且行动被控制 再抬家人忧心不忆 这什么都不回 然后我就说你在那里跑 妈妈我平安 永远都是平安的 什么都不讲 我娘没有离开过 我们是专心妈妈 我一直把孩子养那么大 就这样离开我 我心好痛 台湾方面统计 今年上半年有六千多名台湾人赴柬埔寨 不过仅有半数返台 可能还有三千多人 仍在柬埔寨 其中有三百多名受害者立案求助 新北市长侯友宜 曾任警政署长 批评蔡英文政府 处置速度太慢 那当然也有外交部的问题的存在 所以这里面 其实政府在这个部分 其实已经慢很久了 拖很长一段时间了 其实在第一个时间 第二个时间 马上那边要有情报回来 我们这边就可以立即配合打击犯罪 刑警可以过去跟他们那边 共同来谈合作打击犯罪的事情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觉得要加把劲 三名国民党立委15号赴柬埔寨 期盼与行政部门会面 并与当地台商商讨对策 同时呼吁蔡政府拿出积极作为 维护台人权益 凤凰卫视兰镜图柯志强 台北报导